可能會一直一直出現喔 對… 這是新聞報道常報道的 土石流潛世溪流 嗯… 我現在終於懂耶 喔…你懂啊 對啊 土石流潛世溪流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曾經發生的土石流 在未來還可能再發生的溪流 全台灣差不多有1500多條喔 喔…讚 1500多條耶 你們不覺得很恐怖嗎 當然很恐怖啊 不過以前並沒有那麼多 現在因為近幾年地震颱風很多 所以土石流的潛世溪流 也就慢慢變多了 我想冠嶺外婆家附近的那條小河 應該是最近一兩年 所發生的新的土石流 所以冠嶺才沒有看過啊 等一下 不是 你剛剛是說 我阿嬤家附近那條溪流 是土石流潛世溪流 有可能啊 那完蛋了啦 阿嬤家附近這樣 隨時都有可能會有危險耶 怎麼辦啦… 阿嬤家附近又沒有那個 土石流觀測站 不行… 對… 趕快打電話叫阿嬤搬出 好… 冠嶺等一下 你不要緊張 女性不要好 怎麼可能不緊張 土石流愛 我還整個這樣子衝下來 那個慘了 阿嬤還不接電話 冠嶺 阿嬤阿嬤 怎麼要接電話 冠嶺 我是在叫妳 不是妳叫我 什麼事 如果你擔心的話 你可以做個簡單的儀量劑 送給阿嬤 然後叫她怎麼使用 雨量劑 是啊 這個簡單的雨量劑 可以幫助住在 土石流危險區的附近的居民 提早警戒 必要的時候做緊急疏散 這樣就可以減少 土石流所帶來的災害跟傷亡 是嗎… 不是奶膠好不好 當然可以 來… 拿筆記本抄下來 要做一個簡單的雨量劑 首先我們必須要找一個 2公升容量的透明的寶特瓶 就像這個這樣 然後呢 把寶特瓶上部圓弧形的地方切掉 然後在瓶身中間 用膠帶貼上一把15公分的瓷 刻度零以下的部分 用水跟小薯頭把空隙填滿 這樣就完成囉 那簡單嘛 是啊 土石流跟降雨量 它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把雨量劑換在屋外 那如果24小時 累積的降雨量達到15公分 而且水位的上升太快 達到每小時有1.5公分的話 你就要趕快往河谷的兩邊疏散 到比較安全的地方避難啦 我懂了 這樣我就放心了 好 今天晚上我就多做幾個雨量劑 送給阿嬤還有她的鄰居喔 很好 這樣很好 對 對啊 這樣很棒 我有電話啊 誰打電話給我 喂 冠英啊 妳剛才打電話來喔 對…阿嬤是我啦 我要… 妳要來阿嬤這麼大嗎 對啦… 剛才博士有跟我說 回來好啊 不過妳明天都要跟阿嬤一起睡喔 妳喔 晚上都會拍拍啦 妳應該還我會看嗎 阿嬤不是啦 我要跟妳說的雨量劑啊嗎 這個美麗的藍色地球 一起舞力 讓阿嬤我 讓所有的太福地的故事 流傳到遙遠的以後 跟阿嬤